今天新北市的確診個案有兩人 一個是新城的個案 一個是在解隔前的陰轉陽 這兩個個案 分別在三重、板橋、各地來 這個個案 身體某部分有一些殘疾 那這個要到台北農種去就醫 那家屬陪同的過程當中 一夜要做採檢 那採檢出來 在8月16號採檢出來 他的CT值已經達到37 自然已經超過30 那傳染力已經非常的低 所以假設不計傳染力 所以這個看起來 應該是個救案的可能性比較高 不過我們同時誇蔑了他所有的家屬 來積極的採檢中 你來追查這個感染源到底從何而來 在新北市這邊呢 目前接觸者的採檢也是全數都是陰性的 我們會再繼續追蹤觀察 我們目前呢會從一位是最早發病 一位呢是CT值最高的 這兩位做進一步的調查 那他們的抗體呢都已經採檢 我們會等待抗體的結果回來 再做進一步的研探 那西北市跟台北市的體育局 我們都會用電話彼此做聯絡跟討論 那我們的共識是我們會有一致的做法 在8月14號西北市政府公布 夾娃娃機開放營業指引之後呢 我們西北市會派 依查人員到夾娃娃機店 依照這些業者所提的防疫計畫 來進行依查 那現場依查如果發現有違反防疫管制 比如說沒有放傾銷設備 那我們就會依照防疫計畫上面 所在的管理人員或者是代理人員 立即通知他們30分鐘之內 能夠到現場改善 畢竟防疫獲口風險是一分鐘都不能等 我們會要求業者在分10分鐘之內 到店裡面來改善他們的相關防疫管制作 這是一個科學不是政治 科學必須要面臨很多的專業的檢便 更會要公開破滅的方式來告訴民眾 讓民眾贏得信任 讓我們的國產疫苗 能夠同步的取得國際的認證 同時可以在全世界一起認同底下 可以因為打了疫苗 不管以後出國做任何國際上的活動 都被認可 新北市會在這裡準備好 等中央一公佈以後 我們就會搭配中央的公佈 來帶動新北市的經濟消費力 尤其在市民經濟這一塊的部署 我們希望能夠用多一點力量 幫助他們不夠難關 好嗎 好了